Hello 大家好 我是纸桃老婆的老婆哥 俗话说得好 入对圈子跟对人 今天又到了周五了 老婆哥给大家上一件精美的重器 我们这一件个体比较大 首先我们看这件东西 它外形酷似冬瓜 所以说我们管这种器皿叫做冬瓜罐 我们这件产品也是老婆哥精挑细选出来的 特别是我们的画片 有一个特殊的寓意在里头 画的是非常的细路 那么我们就详细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 我们这件器物它上面一共是画了花鸟题材 一共是画了五类的鸟类 这五类的鸟类代表了五种的社会的人际关系 所以说我们管这种题材叫做五轮图 那么我们就详细来看一下 一共画了哪五类鸟 首先这个是画了一只凤狂 然后这儿是一只仙鹤 下面会有两只鸳鸯 这儿画了一个吉林鸟 然后这儿画了一个黄鹰 我们把这五种鸟叫做五轮图 那么这个五轮图是唐以后 在我国出现的一种以伦理为主题的吉祥图案 然后它也是孟子提出的 社会五种人际关系的这么一种 代表的这么一种图案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五种鸟类都代表着哪五种人际关系 首先我们看 正中间会有一个大大的这么一个凤狂 这个凤狂的画的是非常的细致 这个凤狂就代表了君臣 然后我们看它旁边 旁边会有一只仙鹤 这个仙鹤画的也是非常的细致 而且非常的逼真 这个代表的是父子 然后我们看下面会有两只鸳鸯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这鸳鸯肯定是代表了夫妻 然后这儿会有一只鸟叫吉林 这个吉林鸟它代表的关系是兄弟关系 然后最上面这儿会有一个黄鹰 黄鹰代表着是朋友 所以说这个就代表着我们社会上的五种人际关系 就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 这五种人际关系 而且我们古人非常聪明 他用了五种的这种鸟类 也是非常形象的 代表着我们社会上的五种人际关系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图案画的是非常细致 整个的布局就是有一只大大的牡丹花 然后这儿有一棵大大的梧桐树 这儿还有一只牡丹 然后作为背景 底下是山石 画有五种鸟类 这五种鸟类画的是非常的细致 这老霍哥有史以来建的非常细的 最细的这么一个画五轮图的 很早以前老霍哥也给大家会让过 这种五轮图图案的器具 但是这一只画的应该是最细致的一只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背后 背后会有一首诗句 这个诗句它写的比较连体 没有全部辨认出来这里面的字体 大家也可以来辨认一下 看看我们这具体写的是什么字 写的确实是比较连体一些 但是字体写的是非常的漂亮 最后面应该能非常好辨认 写的是天津 星龙出品 在我们这个位置 它还有一个落款 落款写的是半月轩 那么这个半月轩 是我们这一个作家的一个名号 其实这个人还是非常有名的 他叫谢海如 谢是谢谢的谢 大海的海 这个如 如果的如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这么一个小名家 大家也可以去查询一下 那么我们这件器物 是非常漂亮的 无论是从它整个的画作的布局 以及它的用彩 我们这个冻瓜罐都非常艳丽 非常的漂亮 而且我们后面这个诗句 写的也是 非常的流畅 非常的优雅 那么我们现在也知道 这个市场上 尤其是带诗句的 带诗文的 我们这个器物 它的市场价格 一般都是比较好的 而且非常受到市场追捧的 特别我们这个又配有一个原配盖 这个是十分难得的 我们看它的配盖上写的是 应该是写的是原人之法 我们看一下 写的是原人之法 这四个字 那么我们这个是一个原配盖 并不是后配的 非常的严丝合分 而且我们这个是十分难得的 一般的我们冬瓜罐 基本上都没有盖子了 但是我们这个会有一个原配盖 这个是十分难得的 而且我们整个的罐子品项 还是非常不错的 基本上就接近了全美品的状态 实在毋庸置疑 实在就是晚清民国时期的 这个是最晚的报名国 没有任何的问题 包括我们谢海如 这个范月仙 这个过者 他也是这个时期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它底胎修胎修足 是非常的干老 而且非常的爽利 略有一点点微微的小斋杀 也是当时的那么一个特征 我们看这个胎质 若黄若黄的 非常的干 这个就像干水泥一样 非常的干老了 而且我们火势红 也是比较明显的 包括我们的盖子里面 同样的也是 所以说我们这一件 还是非常值得大家收藏的 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拥有的 这么一件 最后我们再给大家量一下 它的尺寸 我们看一下它的高度 高度是31点多 31点多厘米 也是我们非常标准的 冬瓜罐的尺寸 个体不小了 尤其像我们这么漂亮 这么精美的冬瓜罐 能完完整整的保存到我们 现在也是非常不易的 特别的 现在我们好多的 在我们国内流传的冬瓜罐 基本上这个彩 大部分都会脱落 包括我们这个黑彩 也会有脱落 但是我们这只冬瓜罐 彩的保存状态非常好 就因为我们这一只 它之前是流传到国外了 现在又从国外回流回来 而且我们这还有一个编号 就写made in china 货号 包括库号都有 这是一个老标签 这个要不要都行 不要也可以 我们这一只 无论是它的彩头 包括它的绘工 都是一流的 特别是我们这一只 给大家看一下 上面的蛤蜊光 也是比较明显的 尤其是在我们彩料 彩料的周围 大家会看到 非常开门的 这种曝光 咱们又所说的蛤蜊光 给大家放大了以后 大家也能清晰的看到 在我们彩料的周围 只要你细细的看 测光都会在我们彩料周围 会找到我们非常开门的 这种蛤蜊光 一看就是非常开门大了 以及我们后面的字体 同样的都会有 经过放大了以后 我们在它这个字体周围 都能看到 所以说我们这个 是一个原装原旧的 这么一个彩 就是咱们所说的老彩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说这一个 大家可以放心入手 特别的是我们绘画的 非常细致 这个就是十分难得的 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 我们这一件 大家看一下品项 口言的任何的刻别 是充现没有 一般的我们冬瓜罐 里面口都会刻 但是我们这只保存状态 比较完好完美一些 底部任何的刻别 充现没有 身上的彩 也没有脱彩现象 这个就十分难得 唯一的就是我们盖子上 略有精彩 略有一点点小拖 原来这身上有精彩的 再一个我们这上面 有一丢丢丢的 这个小拖皮 这个也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基本上 那是看不出来的 在这里就不要错过 尤其我们这盖子 保存状态非常的好 是值得我们收藏的 这么一件好东西 寓意又比较吉祥 绘画又比较细致 而且又是我们谢海如 这个一个名家的作品 它的名号又叫半月 今天的视频老哥 就给大家拍到这里了 喜欢老哥视频 希望在视频的左下方 帮老哥哥长三秒钟 点一个超级推荐 没有点关注的朋友 我们去点一下关注 像这么完美的冬瓜罐 还是可遇不可求的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